每一个人就像是一本书承载着不同的故事 而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看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真人图书馆,我是宇峻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高丙界的传奇阿聪师 他的故事细致且珍贵,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大家好,我是军军 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传奇面点师阿聪师 阿聪师你好 大家好,你好 阿聪师,大家对荧幕上的你其实蛮熟悉的 但其实不知道您从小的生长背景 跟您的故乡可以跟大家谈论一下吗 那就是本来就是,我总是说做产的 那个农民嘛,农田 真的是看天示范 那个我在16岁毕业 16岁大甲农校毕业 养鸭,养鸭养了半年 我的同学跟妈妈讲,爸爸讲说 有朋友,那个扁店,缺血土啦 缺血土,看要不要 妈妈说,可以啦 他爸爸也很喜欢说 农田这样是不,这样也是 看天吃饭这样也不行啦 常常怨大水,常常这样喔 不要啦,去学一个技术啦 当然,我们这个年代都是 大家都是很乖啦 他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不会跟他 爸爸都希望你们出去走走 看看世界 对啊,出去学一个技术啦 那怎么会是糕饼 怎么没有想说是 关于养殖业啊 因为那个时候 都是有那个 有英年忌讳 有人要介绍 才,老板才敢 才敢使用啊 那我们也是一样啊 也要朋友介绍 才好像信用度比较好 这样嘛 所以您刚开始要去的 糕饼业 跟糕饼结缘的 第一个地方是 在台中市 星中街 做饼干的 建成针店 嗯 在那边学到什么 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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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是 用 用 用那个 铜的印 这样 一个一个 一个 盖起来的 然后 一个一个 这样子拍 手 以前都是手工的 真的是手工的 嗯 那时候接触到了 糕饼 饼干这一块 你就已经开启了 您的兴趣是吗 大概就是说 我们那些 那些 师兄弟 大家处理都 相处都很 都很不错 所以说 一直就 就这样子 延期下来 这样 阿聪先生 我们刚刚聊到 您在做学徒的时期 这个时期开启了 您的兴趣 那那个时期 对您的人生 有什么样的影响 学到了哪些呢 那个是 十六岁毕业嘛 养丫 那十七岁 那个 那个时候是 民国 四十九年 农历的 春节 人家说 吹雾 嫁开 吹雾 吹雾 真要吹雾 吹雾 吹雾 就到台中市去学徒 要去的 以前 爸爸说 去的时候 如果扫地 地上 桌子下 如果有一块钱 一毛钱 你都不能 拿到自己的袋子里面 爸爸是这样教的 捡起来要拿到 拿给师傅 或者是老板 去的时候 都是 真的是扫地 和洗东西 洗那个器具 那个时候也是说 好像是 那一些 师兄弟在做的 我又不会 当然我先 做这些 便宫会 所以 就慢慢地看 看他们做 看他们做 然后 也去 去帮忙 但是 谁在 那个时候在 做什么工作 我们都 都是 都是在 也都在看 所以 就是这样子 是学者 他们也不会说 你这个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不会 都是自己这样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机会 接触到 真正在做糕饼的时候 对 那个师傅在 在蹭东西的时候 他好像 那个 以前那个 帮啊 有那个 有那个 用铜的 红码 滑嘛 那个 滑过来滑过去 他 他 好像 不知道是故意 还是什么 都是用身体 这样 擋住 看 看不到 但是 他 那一个 那个 那个 装的东西 他 装什么 装什么 我们 都 也是 一边看 一边工作 一边看他 怎么做 就是这样 但是 跟他 跟他 问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配方 怎么样 他们都不会讲 那个时候都是 好像 我们 大部分 在讲的时候 师傅 都是会 留一手 但是 是不是故意我不知道 那当师傅 留一手的时候 您要怎么 如何精进自己 或者是 这会成为您 未来想要出去 自己 自立门户的 一个条件呢 那个时候 也会 跟那个 师兄弟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 都会跟他们讨论 然后 也在 也在偷偷的看 那个师傅 他在做什么 就是这样 然后 下班 他 都是去完 的时候 自己就会 去 试试看 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 还有那些 动作 也都是 那个 老板的都是 在送货 他也没有 没有进来做 工作 都是我们 师兄弟在做 但是我们的阿聪 是非常的 争气喔 所以到了后来 从学徒一路到 师傅这段过程 到最后 是不是自己也决定了 要开一间店 然后爸爸还为了你 帮您取名 店名呢 开始做的时候 我都不敢想 我 从 学徒 十七岁到 当兵的 所以 有 做 首先是做饼干 然后还是饼干 然后 再做 那个 炭饼 米菇 西饼 这些 这些 还有 再到 台中市去做糖果 就是 糖果 饼干 麵包蛋糕 这些大厨上 都有一些概念 然后 就 当兵去了 当兵去 当兵去的时候 回来 诶 那些师兄弟 大家都 自己在经营 哦 自己开店了 他说 诶 我 我都是在想说 听了 两年 当兵两年 还有 什么都有 是不是有什么改变 然后 也 比较 有一点生疏 然后再 再 重新再到 在我的那个师父那里 再去学 再去工作 几个月 嗯 然后 那些台北台中的 那些 那些师兄弟说 都在做 说 鼓励我下去 也要 自己开啦 是 我说 真的没有钱啊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对啊 然后 当兵回来 当兵回来 就 看他们在做 所以说 跟 跟爸爸讲 跟妈妈讲 所以说 要 应该 应该 可以 试试看啦 但是没有钱 是 那 就是 以前就是 農民嘛 切到火 九火 切到一年火 嗯 知道吗 在 半火吗 啊 标会 标会 那個 稻谷啦 那 稻谷的 那个 那个会 就 就 就 去准备啦 我都 台北的 那 就和台中的 都是会帮我 帮我 买机械啦 买什么 那些设备啦 但是 刚开始 那个 烤炉啦 烤炉啦 嗯 我自己做的 哦 凡事亲自然 用砖块 用泥土这样 这样做起来 这样啦 因为 以前 在 在北中南都是 都 都是一样 都是这样啦 才 以后到 在台中的时候 那个 他才有 电烤炉 嗯 电烤炉 台中 台湾 刚刚 有电烤炉的时候 好像 没有几台 我就使用过啦 不然 以前 都是那个 那个 灰团 技术 都是灰团 技术 就是 那个 焦炭 嗯 还有 那个 不是灭炭喔 是那个 木炭 都是 都是用那个 要 要 要那个 起炉的时候 我都 粉色 还有那个 煙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 做好了 妈妈 来 来看的时候 他 好像是 就 眼泪掉下来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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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很艱苦 你如果做得到 嗯 不是要怎么办啦 因为 知道说 过去 生活 嗯 然后 眼泪 就是 熬起来 才会 才会 有电脑 这样啊 听起来 刚开始 炒创时期 是蛮辛苦的 但也好在 您身边 是不是也有一位 太太 就是 这个时候 她也是在您身边 帮忙 然后甚至大家都 那时候叫她 颅主 这个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 也没有什么相亲啦 嗯 都是 都是 长辈 长辈他们谈好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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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所以 在 那个时候 在 做西装的时候 定出西装的时候 我们才 才 才 才见到面 啊 那个时候才见到面 才比较 比较说有 有互动啦 没有说像 像你们现在说 那时候刚开始 第一个 为自己的店做的是 那个 饼干 就是鸡蛋饼干 这个鸡蛋饼干 这个 产品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事实上 那个时候都 鸡蛋饼干都不是鸡蛋 都是用鸭蛋 因为那个时候的 那个农田啦 或者 那个水比较多 还有 鸡 是 每一个农家 那 养几只只而已 自己在 自己在吃 没有 再等到 可能 六十几年 六十年左右 六十几年 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有 养鸡肠 才有养鸡肠 嗯 就是在做鸡蛋饼干的时候 更顺手 对不对 做鸡蛋饼干 做鸡蛋饼干就是说 从台中和台北 所以 北中南 都是 很多都是用手工的鸡蛋饼干 嗯 都是鸡蛋饼干 那个销路还不错 嗯 但是 当 那个 那个 大概六十几年 还是什么 还是 六十年左右前后 好 好 那个孔雀饼干 哦 发售的时候 自动化 自动化 孔雀饼干 它是 也是叫做鸡蛋饼干嘛 所以 它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手工一个都 没有办法做了 不交交 gives 对 所以 所以就 开始 些东西 我 是先 从 洗饼开始 在那个巷子里面做 做那个饼干 嗯 然后 就 就出来 外面搬了廠之後 租一個店面 租那個店面就開始 做喜餅 喜餅就開始做 所以就開始做喜餅 喜餅就是我們大腳的酥餅 還有麵 米菇 紅便菇那些肉餅大餅那些 我在想 有時候好像我們常常有在講說 上帝觀一扇門也開一扇窗一樣 我搬過來 到了大概八九月的時候 就是那個奶油絲餅的芋花桑 師傅啊 師傅啊 我們大腳的酥餅 我們做成台中太陽餅那些 那好吃 這樣賣 我說紅花桑 你問到人了 你是要做什麼 他說他賣一隻魚 我跟他說 紅花桑 他賣一隻就是要嫁妝 他賣一隻魚 我跟他說完 他說 你問到人 我在台中 學生 我做的我知道 太陽邊的路 但是太陽邊那個時候 大多數 大多數都是用豬油跟花生油 那個 那個菜油 菜雞的油 都是以前沒有奶油 以前沒有奶油 奶油就是從 那個 那個基督教天主教 在 在傳教的時候帶過來的 還有那個 那時候的美軍 美軍的那個 佩吉的 然後 捨不得吃賣出來的 我們就收購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認為說他說要 做好吃一點好 大部分都是用花生油的 按他那個豬油我就是用 去買那個奶油來做 做下去 給他吃 香氣啦 但是 他說 250斤 台間的只有食餅 首先我先做給他 給他吃這樣 他滿意 滿意就頂什麼時候要都要 我就做 就多做啦 大概五六十斤 我怕第一次做的時候 做得壞掉 我沒打掉 要打掉 要用比較漂亮的給他 就是這樣 但是 原材料好 做起來 每一個都好 他就一包一斤 一包一斤就包起來 一包一包 一包一台斤 他說要做大一點 以前都是六個一斤 後來 我怕 我不敢做四 不敢做四個 我做五個一斤 給他 然後裡面 放一張那個 奶油酥餅 那一個時候 叫做 河味香餅店 大家就不用餐 這樣 他就出去 一兩天 一兩天兩三天 那五六十斤 都做出來就 賣光了 賣光了 對啊 問他台公 欸沒了啦沒了啦 沒關係 我說沒了 這樣啊 那快 這樣啦 搞八好 沒了就做啦 就一直在 沒有就做 沒有就做 天天在 天天在 那個時候 天天都有那個 都有洗餅 不是 不是訂婚 的時候 那個 酥餅也都在做啦 阿聰師 您的餅乾 這麼熱賣的情況下 大甲的食物 是不是有一個食物 它其實是生產過剩 沒辦法 都賣不出去 這個時候 你又是如何來幫這個原料的呢 那個 你說蝦 對 因為 農產品 它就是 我們 普通 都是什麼 那個 很高的介紹 好 今年如果是介紹好的美女 就漂亮 對 就收錢賣 啊賣下去 就幫忙 對 啊下來 好 那幫下來美女 後來就更 就更 沒有人敢賣 是 所以說一年 一年 對 一間剩三塊 四塊 是 啊 我們的親家 嗯 朋友 拿來送我 我說要去買 去買啦 他說 我就買都不夠 不夠工錢 不夠 不夠 不賺 嗯 啊 啊 我說你拿這麼多是要做什麼 嗯 啊你吃不去齁 你用在做旁邊 看他做 看他做就不會了 對 我就想說 喔 試試看 試試看 對 試試看 我就跟師傅說 要怎麼處理啦 是 啊 二十顆 三十顆 五十顆 啊 八十顆 一百顆 這樣慢慢在去整家 是 這樣起來 啊 剛才好 剛才好 那個記者 喔 我們那時候 很愛到先年師兵的時候 啊 我們的女兒 嗯 在 我們 店口 到二樓 喔 有在 一杯咖啡 一杯花口茶 啊 有的點心 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一杯花口茶 然後 點心 點心就是說 今天是餅乾 今天是吃肉片 是酥片 那就是 剛在研發的 這個 一坨書 喔 剛好 那些記者 來 嗯 來 吃點餐的時候 一杯咖啡 一杯茶 還是一樣 就是一坨書 付給他 嗯 付給他吃 就 點心嘛 蛤 蛤 蛤 但是那個 那個記者都是很敏感 嗯 他們對一些 他們在這樣跑都是很敏感 所以 台下 台下 有兩間 一朵產孝班 嗯 一朵產孝班 這個 一朵產孝班 種 這個蚵仔這麼好 嗯 這樣 我自己做 做起來 這樣就有報導出來 我說 一陣子剛才八月 八月催了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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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烈的月餅 喔 對 啊 令烈的月餅 隔天公命 人就來 人就在 人就在 在報仇看到就在 是 聯合報 中國時報 還有自由時報 還有什麼 青年政治報還是什麼 啊 啊 出去 靈烈的月餅 花 那就是 有 有 聽說有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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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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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問 他說第二問 他有生氣 生氣 工作 對 先去農會 是 問說 這 是在這間做的 是 他們都不知道 是 他們剛才知道演化嘛 好 都不知道 啊 在這次問問 幾個間 問來的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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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在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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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像說 看 剛才有 有 這樣 就 走出來 那 整天抓起來 就 就 切掉了 切掉了 這樣 這樣 切掉了 那要多少 對 中少 那時候沒有多 一天沒有多少 那 從 那個 那 就是 這 記者 報導下去 那 那時候 剛才 你知道嗎 從六月到九月 那時候都是 樸樹彈塔 正在 正在校 嗯 啊 啊 開始 那時候 開始就開始 在那 欸 立陀書沒有了 我們工廠在外面 啊 啊 沒有 那時候 沒有 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 立陀峰 那 啊 啊 沒有 好 就是立陀峰 少做 來做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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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時候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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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去找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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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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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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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還要 心仲 啊 那裡 還要去 還要去 那裡 啊 呢 那如果要創的這樣 我不是彈頭怎麼不去 他跟我說 靈略的月平 我一年只能做 當中秋的月平而已 我這樣不行 那時候我就想說奇怪 這樣不行 那時候就開始有想說 要做包裝 設計包裝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我就說 我就重新定位 你知道嗎 樵樹彈塔 就像一陣風娘 就不去了 我也在煩惱 好 重新定位 芋頭的故鄉是大家 因為那裡 炒芋頭跟 九分那裡 都是台下芋頭 芋頭的故鄉就是在大家 我那時候我就 我就 就很有信心 說我就 這樣下去 要發展在地的民產 就是跟 做一批 芋頭的故鄉大家 就是跟 以前 大家的特產是 草席草帽 把它推上去 文化意識的產品 然後用 芋頭 現在是大家的特產 這樣 今天的故事都收錄在這本 壓不垮的紫色玫瑰 阿聰師傳奇的故事裡面 如果有喜歡的觀眾 可以再細細品味這本書喔 好 好 好 阿松师师马自然 秉持匠人精神 令人敬佩 而他传奇的一生 更是让人喜得 乐观以待 突破受限 勇于自我的态度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今天的真人图书馆 阿松师的故事 就到这告一段落 我是于俊 希望与你分享 更多有意义的事 有故事的人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